不久前Apple爆出对内霸凌 团体形象大受影响 其中人际成员纳恩 更是被多家广告商解除合约 日前也传出广告商要求纳恩 需支付10亿韩元的赔偿金 而对争议事件 一向选择沉默的纳恩 也在近日透过粉丝关卡发表了个人立场 文中表示在这期间 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立场 是因为相信公司的处理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选择相信 与事实不符合的谣言 为了防止粉丝进一步推测 所以我决定留下我的想法 丹恩在文章中否认了欺负队员的控诉 并表示自己在很小的年纪就出道 所以有很多不成熟的部分 经过这次的事件 感受到了公众人物的责任 以后会成为更加堂堂真正的人 最后他也向选择相信他 以及等待他的粉丝们道谢 然而文章一出 还是有不少网友不相信他的说法 纷纷表示为什么不在IG上发文 总感觉他画中有话